因為學校好像從上學開始變成16週 所以其實本來18週變成16週 少了兩週 然後如果扣掉第九次第十次 扣掉其中第十一次 所以其實理論上我們還有五次上課 其實非常非常珍貴 所以每次上課我盡可能會想要多上點東西 所以有些時候會講的比較快一些 當然給各位練習時間會變少 那請各位回去 也許自己利用自己的時間再稍微練習一下 那上個禮拜當然我們其實就是把那個什麼 就是台北市的那個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那個範例本來是人工的作業把它變成城市 所以難的部分就在這裡 要怎麼樣把它按個按鈕 它自動可以幫我產生什麼 比如說各區比例圖 那當然這個各區比例圖有兩個東西要產生 一個是樞紐分析表 一個是樞紐分析圖 你要怎麼自動讓它產生 那產生的方法還記得吧 我們其實是用錄製的 OK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自己會寫 也可以啊 如果你自己會寫VBA你就自己寫 但如果不會的話 沒關係你用錄製的 也就是說其實 在Excel的VBA裡面 我覺得它彈性蠻大的 就是說至少它留一個空間給你 如果你不會寫VBA的人 沒有關係 至少你要會錄製 錄製完不是就沒事了 錄製之前可能要彩排 錄製之後記得要加註解 然後註解完之後記得要刪掉一些 可能不需要的程式嘛 那實至於刪哪些啦 在我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就已經有那個 有把一些可能要刪除的那個部分 把它做放雲端上面 OK 所以怎麼樣再把它綜合在一起 然後錄接到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先錄製 然後再修改 那最後的話就是刪除 資料表以外的那個工作表 比如說我總共最後變成有三個 樞紐分析表樞紐分析圖 第一個折線圖 第二個是圓形圖 第三個是直條圖 那當然做完之後 如果需要更新的話 你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除了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其他刪掉該怎麼寫 這個我想上禮拜都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 我剛剛講的部分 你還是是懂非懂 我建議你還是可以 把稍微影片看一下 在最好的方式還是要實做 因為程式是這樣 你會跟會做就另外一回事 會做又做得很熟練又另外一回事 所以不是說你懂就好了 你還要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就算了 你還要夠熟練 不然你不要說你會寫程式 OK 其實我覺得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很重的 一個部分就是你一定要熟練 熟練可能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請各位呢 回去可能把上個禮拜這個範例 也許 再稍微熟練一下 今天的話我們要針對另外一道題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就是 假如我希望去算那個 某一個什麼 比如說網路上其實還蠻多分析的網站 就是算到底下一期應該哪些號碼 最容易中獎 那我們舉一個這個例子好了 那這邊我其實是抓了網路上面的資料 一百零一跟一百零二年 那其實它邏輯很簡單 比如各位看期別 期別這應該什麼 一百零一的零九九 所以前面一百零一嘛 零九九就是第九十九期 Ctrl向下 這應該一百零一的零零一 應該就是第一期 時間是二零一二年的 一月二十二號吧 這是什麼 開獎號碼 對開獎日 對獎這個是這一天 那後面其實會有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它還什麼 這個應該是獎金吧 還是什麼 銷售數量 然後中獎機率多少 那當然這些數量 這些資料裡面最重要 其實就是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假設要算什麼 一百零一年的中獎機率的話 那該怎麼算 當然我們先 假設不是算機率 我們先算一號 在一百零一年 這麼多的資料裡面 到底出現過的次數 次數喔 比如說這麼多號碼 多少號幹嘛 七個嘛 總共幾期呢 感受向下 總共九十九期 所以七乘一 九十九 那應該多少 六九三 六百九十三個號碼裡面 一號到底出現幾次 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你有這種需求 你需要算 什麼條件 什麼條件 就一號 這個號碼 在這麼大的一個範圍裡面 Ctrl是不是向下 裡面的話呢 到底出現幾次的話 當然你絕對不要傻傻了 自己在那邊算 一個 加一 兩個 加一 然後一直往下看 三個 當然你這樣算 也算可以 但問題是第一個 你一定會算錯 算你厲害 你沒有算錯 可是呢 你也要算很久 那一號要算多久 恐怕你沒有幾分鐘也算不完 三分鐘好了 那如果四十二個號碼 你要算多久 而且算完還不見得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時候 跟各位講 如果假如你會有需要算什麼條件 在哪個範圍裡面出現的次數的話 那請你一定要記得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請你找到統計的函數 會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算次數的話一定是count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有個條件 所以呢 就是加一個什麼 count if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count其實就算什麼 計算範圍 範圍 所以你要給一個範圍 數字 包含數字 一是count其實就算 給它一個範圍 裡面多少個數字 OK 那你說count a 什麼呢 count a 就是算什麼 非空白 就是裡面有資料的 那count blank 顧名思義嘛 空白的 比如說你給一個範圍 你讓我算一下裡面到底有幾個 是空白 空白就是完全沒資料的 那還有一個康語符 那以這一題來看 這個很重要 因為它其實是這種 給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1號 那它會問你兩個參數 什麼參數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有一個 第一個range range 第二個criteria 就是條件 所以喔 我們可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可以給它一個range range的話呢 在101年 所以你可以點101年 所以這邊會出現什麼 101年金探號 然後我的範圍應該是 橫向D2到I2 我建議啦 其實我習慣是先選橫向D2到I2 選橫向 然後再按Ctrl-Shift向下 不過你會發現喔 好像當我點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會重複啦 所以我建議一氣呵成 或者說啦 如果假設你是跨工作表這個範圍 我還是建議喔 你乾脆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個名稱算 不然的話 你每次都要點那個範圍 其實還蠻累的 我們只想要用過定義名稱吧 那走位的定義名稱就是說 我可以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比如說我先選D2 然後一直往右到最右 然後向下選 我建議是Ctrl-Shift向下 反正呢先選橫向的7個號碼 再Ctrl-Shift向下 這個整個選到了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也叫101 不過他名稱不能數字開頭 所以我叫 這名稱叫開獎101好了 OK 所以 把這個 輸入法稍微 OK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我給他一個名稱 好 記得喔 這個 在左上角有一個叫做名稱方塊 這叫開獎101 記得因為 他不能是數字開頭 也就是說 你不能說 我給他101 這樣一個名稱 不行 他一定要是 英文或中文的開頭 OK 按Enter 好 那這個範圍的話 就被我定義成 他叫做開獎101的名稱 那將來我只要按F3 我就可以存取這個範圍 一樣的道理 開獎102 這名稱他會複製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 102也是這樣 橫向D2選到J2 Ctrl-Shift向下 這個名稱也叫做開獎102 OK 好 那如果要算 他出現的次數 插入函數 用統計類裡面的Count一幅 範圍很簡單 F3 剛剛不是有開獎102 就這樣 你就不用選過去了 不然的話 如果另外工作表的那個範圍 太大了 而且不好選 我建議用這個方法 比較不會出問題 而且其實我覺得還蠻順的 而且公式呢 也比較 可閱讀性也高一點 然後第二個條件 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是1的 OK 那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我去算 這個範圍 你會發現 這個是一個range 範圍對不對 所以給他的是一個大瓜弧 大瓜弧就是一個陣列 就是一個範圍 他就會一個一個去比對 這是不是1 不是 這是不是1 不是 這個衝一條1 就幫你加一次 加一次 總共算完之後 告訴你 這麼多數字裡面 他出現了17次 OK 好了之後的話 按確定 那底下1到42號 你可以快點兩下 其他的號碼數量也就算出來 你可以看出來 12號好像比較多 22次 有沒有 馬上可以算完 但問題 這個還不算是 這個機率 只有是次數 就是說 他開出來的數量多 其實 也可以當成是一個參考 OK 你就知道說 哪一個號碼 次數最高 所以記得 以後如果你要 算那個數量的時候 有沒有 conv非常好用 這conv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為很多地方 你如果要引進去比對的時候 請記得一定有這個函數 可以幫你去算數量的 像這個conv還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像那個新的資料跟舊的資料比對 有沒有 你比如說新的資料 舊的資料 哪些是新的 哪些是舊的 那以前怎麼辦 用以前這樣比 有沒有 其實不用 用conv就可以了 兩下就找出來 所以比資料喔 這個我建議 conv這還蠻好用 像 比如說你們有 加選前跟加選後 那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誰是加選 誰是退選的 conv比較好 馬上可以知道 誰加了誰退了 OK 所以這個建議 各位可以熟悉他 因為蠻好用的 好 那接下來要怎麼算機率 當然就除以什麼 所以他這個101年 總共的號碼數量 我們剛剛算過啦 就是99期 177個號碼 所以有693個號碼 有沒有 剛剛你如果寫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也可以 但是問題是 變成你要自己算 那如果你不想自己算的話 有一個方法 我們剛剛有講過 用什麼方法 用那個叫做 count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函數 各位不曉得沒有印象 插入函數裡面 一樣統計類裡面 有一個叫count的一個函數 它就是什麼 計算範圍中出現 什麼 數字的 這個 數字的 數量 所以你只要按確定 假設我這邊直接給F3 按下F3 然後把100 開講101給他之後 你會發現 他幫你算完了 裡面有693個號碼 OK 所以我只要什麼 把他的數量 除以他總共全部的數量 那我就知道他有幾率 所以後面的話 可以把它除以什麼 除以 除以 那其實我偷懶一下 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其實countif跟count 其實只有差if 所以我把它貼上之後 把if拿掉了 其實也可以 這樣就不用重新做了 OK countif countif 除以他全部的數量 打個夠 這樣的話就出現 那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但問題你說 老師那個小數點太多了吧 沒關係 小數點你可以用什麼 去減少小數點位數嗎 比如說我取到小數點的第四位 就夠多了 可是你說老師 可是問題我看這個小數點 我覺得不是很舒服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分母 變1萬 1萬次出現幾次的這樣的敘述 分母是1萬 然後出現的數量是 分子 分母是1萬 然後分子是 比如說這個應該是 分子應該是245 所以如果最後你希望 把它改成什麼 按右鍵存的格式 如果我要是1萬次出現幾次的敘述 類似像這個分數 你可以看到 以100為分母 可是有沒有以1萬為分母 好像沒有 有沒有 按右鍵 有個叫出稱格格式 那這邊有個分數 它只有一百為分母 那你說老師它只有一百 有沒有一萬呢 沒有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很簡單 你可以自訂 那自訂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自己加兩個0就好 怎麼自訂很簡單 先選一百的 再選自訂 也就是拿一百這個來改 點它一下一百 以一百為分母 自訂一下 那一百的話呢 這邊又有它的公式了 有沒有 一百嘛 那如果你要把它變一萬很簡單嘛 加兩個0就好了 OK 然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顯示出來 就會是這樣子 1萬次裡面它出現了次數 245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可閱讀性 應該會高於剛剛的這個小數點吧 有沒有 OK 分母 分子 OK 那你說老師那一百零二年機率呢 怎麼算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做好了啦 這個應該OK了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用名稱嗎 名稱差什麼 公式 複製一下有沒有 跟一百零二年有什麼差別 所以如果你定義名稱 還有一個優點 一百零二嘛 有沒有 改一下不就好了 OK 打個勾 那你說 老師那這個邊的格式 我怎麼讓它 拿過來 很簡單嘛 選這個嘛 這邊不是這個格式 刷子 複製格式有沒有 點一下 把這個格式 複製到這一邊來 它就有了 這樣OK了 點兩下 這樣不就全部做完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剛剛呢 比較重要的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算數量 就用康語符 那因為如果是跨其他工作表的 其他的範圍 就很大一個範圍 那我們先定義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 開講101是怎麼來的 記得喔 最後配合F3 OK 那這邊的話也是配合F3 這個定義名稱 記得喔 我再講重點一下 1把這個橫向選起來 Ctrl向下 反正就選到底就對了 然後在他的這個名稱方塊上 輸入他的名稱 記得按Enter 那不過啦 這個好像同學最容易犯錯了 我說老師 可是明明我照你的一樣 結果為什麼出錯 請你檢查一下 公式名稱管理員 他如果出錯 請你自己在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檢查一下 開講101這個名稱 是不是對應到對的範圍 看一下 D2到J的100 看起來應該是對 如果錯啦 譬如說好像同學之前 有比較大的狀況是 他只有選一個儲存格 選到D2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辦法 這結果變這樣 因為範圍不對 那怎麼辦 修正就好了 民稱管理員檢查 D2不對 怎麼辦 再選一下 D2到J的控制器的向下 把它選到了之後 打勾一下就可以了 修正它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們檢查 沒問題 那這樣子 應該就可以算出這兩年的機率了 那個 隔世紀的按右鍵 除了隔世紀 先分數以100為單 因為分母 制定補兩個0就可以了 這超級還蠻好用的 有時候以後 假如很多地方 你沒有那個隔世 沒關係 自己補一下 自己修一下 就會有一個 你需要的那個隔世 OK 那其他後面我們再來看 合計也蠻簡單 合計就把兩年加在一起 OK 等於 這個機率 加上這個機率 現在填滿 排名的話 哪個高哪個低 當然不是用眼睛看 最簡單的方法 一樣統計類裡面的 排名的話叫Rank的EQ 所以找一個R開頭的 這個 那一樣給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第一個參數 它的合計結果 第二個參數 REF一般就是 哪個範圍 範圍的話就是 第二 全部的 第二 Ctrl Shift向下 第二到第一 43 也就是說這個Lambert指的是 它的數量 REF是指全部人的數量 它會自己幫你比較一下 那 當然 ODER是說排序 你要怎麼排 是 越多 名次越前面嗎 還是 越低的名次 那我們看一下 省略 0或省略 遞減 遞減就越來越少 所以高 然後我們現在 越高的排前面 所以我們乾脆就把它省略好了 因為或者輸入0也可以 可是0或省略 大概省略最簡單 所以我就不輸入了 你說其他的話 那如果遞增的話 怎麼表示 你就輸入1就好了 1就是要遞增 遞增的話 變成機率最低的 排前面 不是啦 怎麼像你買什麼 不可能機率最低的吧 OK 應該是買機率最高的 OK 所以這個就省略掉了 按確定之前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這個範圍一定要固定 因為低2到低43 所以記得喔 在2跟43前面 請你加一個前的符號 如果沒加 你向下填滿 它這個範圍會跑掉 OK 按確定 好那我們看一下喔 向下填滿 那這個結果呢 就幫我算出來 那剛剛看一下 記錄最高是打一個號碼 1號 1號是不是 1萬次喔 兩年的話 它要606次喔 OK 然後其次的話呢 可能就是2號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也就數量高的排在前面 數量低的排在後面 但是啦 這個其實喔 還是有個衍生性的問題 當然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喔 哪一些號碼其實是 機率最高的 當然呢 我們現在如果用 捲軸慢慢這樣捲 現在有個缺點 就是說捲軸捲動的時候 上面標題不見了 所以其實啦 如果像捲軸捲動的時候 上面標題不要動 下面動 上面不要動 那這個大家怎麼做 可不可以知道 你可以選第二列嘛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 凍結窗格的 有沒有 檢視裡面不是有凍結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這東西喔 凍結窗格 其實它有很多種方法 你可以凍結頂端列 凍結某一欄 有沒有 那看起來應該是 凍結頂端列應該是 比較OK的 把它凍結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就 上面 你上面捲動有沒有 上面不要動 下面動就好 不然的話如果你們 要取消一下 取消凍結窗格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跟著動 那這樣閱讀資料呢 當然不會 看起來就很不舒服 OK 所以最好是嗎 你利用凍結窗格的方式 頂端有沒有 然後取消 OK 這個可以自己試試看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這個總共有機率 先算一下 兩年合計 就把兩個相加排序 就用rank.eq 這個應該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你們其實也可以從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四個單元 然後找到樂透彩程式碼 其實這邊也有 OK 那不過後面我們等一下有VBA 那待會再看好了 就把它改成這樣子 康義福 本來是像這樣的一個範圍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將來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敘述公式 真的滿容易做錯的 OK 所以建議是用定義名稱 所以定義名稱完 然後 分母把它改成1萬 然後 所以用rank.eq OK 那當然你說合計這個 就是說那個排名的部分 我們也是一個範圍 能不能變成一個名稱 可以吧 一樣也可以把它用名稱的方式 只是說 這個我倒覺得不是那麼迫切 因為 反正它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比較不會像剛剛是跨工作表 會比較容易出問題 這個其實倒也是兩個 OK 看各位的奇怪 那其他大概是這些 OK 試一下 那不過後面一樣會有VBA的練習 試一下 請各位把這個地方 把它分別完成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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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